南中国海仲裁宣判在即 中国举行大规模实弹演习 台湾导弹物射事件 后续效应浮现 两岸是否将从冷和变成冷战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 在7月10号为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 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 强台尼伯特重创台湾东部 并在昨天登陆了福建 希望两岸的受灾民众 都能够赶快恢复正常的生活 那么今晚海峡两岸的上半场 我们聚焦即将宣判的 南中国海仲裁案 下半场我们就带您关注 台湾导弹物射事件所带来的后续效应 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 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 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 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安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 那么东宁 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新的接收管道 是不是您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还是我来介绍一下呢 我们现在正在尝试 利用这个脸书来进行直播 如果稍后我们成功的话呢 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 能够加入我们的讨论 博弈 好的 那么我目前呢 从我的这个智慧型手机的上呢 已经看到 从美国之音中文网上面呢 我们已经顺利的进行直播了 那么所以我们也呼吁 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 如果尤其是台湾的 透过中广新闻网 收听我们海峡论坛的听众朋友们 您也可以透过脸书的直播 来收看我们海峡论坛的视频节目 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 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 那么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呢 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 李华球 李老师到节目当中 李老师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老师 今天再度在海峡论坛节目当中 跟我们讨论两个话题 那么继续 请东宁为我们介绍 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 谢谢博弈 欢迎李华球老师 来到我们海峡论坛 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 我们今天很高兴 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 台湾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的特派员 曹玉芬女士 玉芬欢迎您 是东宁好 博弈好 还有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 在节目进行当中呢 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 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 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播 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播 00801-148-940 另外就像刚刚博弈说的 我们今天海峡论坛是第一次尝试 要进行脸书上的直播 观众朋友们可以试着在脸书上收看 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美国之音中文网的脸书网址是 facebook.com slash voachina 我重复一次是facebook.com 后面加的是voachina 可以大家试着能够在脸书上 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 好的 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 今天海峡论坛上半场的讨论 南中国海重裁案宣判前夕 地区的局势一触即发 解放军四名上将亲自坐镇 三大舰队出动了上百艘战舰 在海南岛到西沙海域附近 进行了大规模的实弹演习 中国空军的第四代引擎战斗机 歼20也在这个敏感的时刻 升空是非 美军的航母有多艘军舰 在相关的海域待命 与此同时 台湾的海巡署启动了南沙碧海专案 经济天 今天下午派出了违星舰 航向南沙的太平岛 执行巡异任务 不过民进党政府日前将 马19政府时期部署在太平岛的 两艘前防艇撤防引发了争议 公民党的前立委邱毅提出警告 一旦仲裁结果不利于中国 就是蔡英文政府放弃南海主权 并且以租借的方式 让美军近战太平岛的最佳时机 对于邱毅这样的个人说法 台湾媒体援引大陆涉台的人士指出 北京是非常重视 蔡英文政府对于仲裁结果的表态 如果民进党政府放弃南中国海的主权 甚至将太平岛租借给美军使用 北京不排除以国家领土完整为由 派遣解放军去接收太平岛 那么针对即将出炉的南中国海仲裁案 究竟是不是牵动敏感的美中台关系 将原本就已经陷入的紧张两岸关系 天才家伙呢 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 你怎么看 目前在南中国海仲裁案出宣判前夕 中国方面的一连串的军事行动 究竟有何意图 如果这个结果真的是不利于中国的话 他们又有什么可能的举动呢 李华秋老师 是 那么即将在下个礼拜二 就会宣判了这个国际海洋的仲裁庭的 这个有关于菲律宾的这个绳索的这个案子 那么从目前大陆的种种的这个 政治方面的行动 外交 军事的整个举动 整体来看的话 我认为大陆的这个几个目的 大概如此 第一个的话 我认为大陆呢在暗示美国 以及在美国周边的一些小国家 让这些小国家 以及美国等大国家 不要轻举妄动 尤其是在这个仲裁案之前的话 美国的大陆的这个三个舰队 三大舰队 四个上将 亲自来指挥这样子的一个调度来看的话 那么事实上以他的这个整个军事的这个部署 那么舰队那么最亲近的这个艰型的这个飞机 以及非常完备了这个导弹的设施 同时他的这个关通系统 雷达系统 针尖系统等等的几乎寝巢而出 从这个角度来看 当然就是在警示暗示美国 以及小国家不要轻举妄动 但是这个也会引来其他国家的这个对峙 因此看起来的话 目前大陆的这个态势是非常的非常的这个严密 但是呢整体来讲的话 还不到了这个低强度的这个冲突 甚至于中强度高强度的冲突 未来都还值得再观察 第二个的话 我觉得特别大陆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的话 当然是警告菲律宾 尤其是菲律宾这样子的一个国家 他当然会连锁的引动的这个 汶来马来西亚越南等这些周边的小国 对于这个南海仲裁的这个整个周边的这个情势 以及乃至于台湾的这个太平岛等等 都是这些小国家 为了要能够在这个这些南海周边的这个岛屿 能够争取到相关的这个资源 甚至于军事战略方面的这个能见度也好 等等这都是大陆目前做了一些举动 第三个我认为 大陆这样的举动也在警告我们台湾的这个蔡英文总统 也就是说 在还没有这个仲裁案宣判之前的几天 做这样的大幅度的动作 以及这样的警示 那么也要给蔡英文压力 可能希望蔡英文能够 不要放弃 像媒体所讲的 不要放弃太平岛 不要低调来应应这样子的一个南海的仲裁案 根据我个人的这个判断 我认为台湾不会放弃太平岛 因为太平岛是对台湾来讲 是一个象征性跟实质性意义都非常重要的一个重要的 这个远离台湾本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据点 如果放弃的话 那无会是宣布了台湾棄守了这个太平岛 对台湾的这个内部的人民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一个考验 也对政府来讲是一个让台湾许多人民会对他很失望 所以我不认为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但是呢 要蔡英文很强烈的来回应 或者是做出更激烈的动作 我看应该也不会 以他低调温和冷静的这个个性来看的话 我认为他采取模糊的策略 采取低调的反应 但也不会呢 不作声 应该会加强一个声明 对于国际的这个法庭 对台湾的这个忽视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想蔡英文会加码来做一个声明 这以上这三点是我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的 感谢李华久老师的深入分析 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玉芬 除了看到这个北京方面解放区的大动作之外呢 其实美国的航空母舰跟军舰 也留在这个南中国海相关的海域来进行待命 你怎么看中方可能动作之后 美方要如何回应呢 还有您又是怎么看这个我们党前立委 邱毅的说法说 蔡英文可能放弃太平岛 让美金去租借 我想邱毅这个说法 如果说稍微有一点大脑跟智商的人 会觉得这个基本上是一个笑话了 那如果大陆方面还有人相信 那我学生他就是选择 相信不使用自己的大脑来判断事情 那么因为不管这个 蔡英文要不要放弃 或是美国会不会去 这个其实有好多的管道都可以查证的 就是说这是一件根本不需要 就是说去猜测的事情 因为第一个大家都知道 美方表示对有争议的岛屿是不介入的 那所以说在这些南沙群岛被认为有主权争议的地方 美国前两天有一个听证会 甚至包括在议员询问说黄岩岛如果发生冲突的时候 美军会不会根据协议去保卫这个黄岩岛 那么美国的这个国务院跟这个国防部的说法都是说他们会关切 但是他们美国的立场是在有争议主权争议的岛屿是不介入的不采取立场 所以说太平岛这个本身就不可能是美军会想要去介入的一个地区 那尤其是在台海的安危上面来讲 美国最大力就是和平跟稳定 美国有什么理由在这个时候去介入太平岛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北京如果说在心态上就是说不相信蔡英文 他们只是在等待出手修理蔡英文的时机的话 我想说任何的情况都可以被解释成说蔡英文这个对于有台独的倾向 对然后有台独的这个动作所以说都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解释 那么我觉得说在这个情况上太平岛的或者是南海仲裁的问题 不光只是现在彼此主权争议跟展示肌肉 其实一个国际宣传站 你可以看到到美国这几天也在加强这方面的这个动作 就是说这个是美方那一天甚至在听这会明白讲说 要继续暴露中国在南海的这种强势作为 在这个侵占岛屿或者是军事建设 然后还有这个军事部署方面 它要让中国的这个情况被全世界注意到 那么中国同样的也在做这个动作 就这个动作除了展示肌肉之外 其实也是一个国际宣传站 对内表示说我不对外示弱 但对国际也一样是个宣传站 然后要把彼此的这个立场统统怎么讲 丑化对方然后把他造成是一个这个 强势侵略不遵守国际法的人 那么自己当然来讲是维护自己的主权了 我想说在前两天7月5号戴炳国 就是前国委委员 那么来在这边的卡内基有一场演讲 他其实在演讲中把中国的政策说得非常清楚 而且明白了就是说不过是一张废纸 国际这个仲裁的公约 所以说美国现在的政府的态度 我相信他基本上已经是认定 中国不会接受这个仲裁结果 接下来的准备是在于说中国会怎么反应 所以在听证会上 这个主管亚太的这个副助理部长讲到 他邓志强讲到 美国最大的军事方面就是要做好 他们有能力做军事的反应 如果中国在这方面有动作的话 当然国务院是说我们要保留外交的这个空间 回旋的空间 但是双方都已经认为就是说 知道其实都已经知道对方的底牌了 对就是在接下来等着怎么样去一步一步照牌来打 好的谢谢玉芬 知道底牌了大家也都很关注 究竟民进党要怎么出牌 刚才李华世老师说了 蔡英文以她这个冷静温和的个性 可能会有一份措辞非常谨慎的声明 不过刚才玉芬也分析了 现在北京如果对蔡英文政府没有互信状态之下 任何动作都可能被解读为有这个台独心机 那么我们看到说 现在在实际的动作上面 蔡英文政府是在几天前 日前撤回了在太平岛驻守 原本在马英九时期的这个两艘的巡防艇 那么现在又在今天派出了这个韦星舰执行 这个碧海专案 要航向太平岛来执行巡异任务 就现在动作有什么样背后的原因 还有这个南海仲裁的结果 如果出炉之后 是不是真的可能会成为两岸之间的一个导火索呢 想请李华世老师继续为我们分析 李老师 是 那么撤回了这些相关的这个巡防艇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这一个军事的这一个设施也好 这当然都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军事跟战略 以及国安的这个考量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 我觉得这个太平岛这样子的一个整个住房来讲 以过去早期是海军陆战队这边在住房 那么后来改成这个海巡署 从整个前因跟后狗这样来看的话 我个人站在军事跟战略的这个角度来看 我认为仍然如果能够派由军事的这个部队来聚首的话 我认为是比较适宜的因为毕竟海巡署他的这个巡防功能当然是有一定的这个程度 但是如果未来在这个太平岛周边好意真的发生军事战争的话 那么以海巡署的配备以及他的相关的这个军事方面的这个应对的能力呢 恐怕还稍嫌不足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观察 我认为未来是不是能够进一步来衡量整体的国际情势 以及台湾内部的这个人民的支持 再加上军事战略的这个角度来衡量的话呢 可不可能再恢复过去的这个由军方来注射 我想这都是值得再进一步来研究 不过呢针对这一次的这个仲裁案的这个公布之前呢 台湾的这个国安体系呢 当然也做了非常非常严密的这个兵棋推演 从这个整个兵棋推演的这个状况来看的话 应该呢对这个未来的这个裁决呢 已经有做出相当充分的这个准备 我想呢在12号的这个仲裁之后 我想呢总统府方面应该会有一个正式 而且呢能够比较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功能的这个声明呢 我想我们拭目以待 好的大家拭目以待 谢谢李华秋老师 回到华盛顿请教育分 其实很多人都把蔡英文对太平岛的这个表态 跟过去马英九总统时期的这个 对太平岛的一些主权的伸张拿来做比较 当然马总统在现任前亲自登上了太平岛 当然这个举动也引发了这个美国的一些不满 那么我们看蔡英文现在如果在这个南中国海中裁案出炉之后 有一些声明像刚刚李华秋老师说 那这个声明却不够强硬 或者说没有办法很强势来宣称台湾对太平岛主权的话 会不会有可能被北京解读为 这是偏向美国 或是说放弃太平岛的主权 就像他们说的 有可能以国家领土完整为由 去派解放军来接受太平岛 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玉芬您判断 我想在台北的任何政府都不会就是说愚蠢到 就是说给北京有这样子的一个借口 那基本上我同意刚刚李华秋老师提到 其实台北这几天已经在做很多的沙盘推运 包括在这里 驻美代表处 就台湾的驻美代表处 也在跟美方做非常密切的联系 基本上说这个台北的准备的方案 大概就是说要让美国能够接受 但是也不挑衅大陆 因为双边都知道就是说 这个问题不光是关系到台湾的主权 也关系到两岸关系的稳定 也关系到美国在太平洋的这个利益 那么台湾跟美国在这方面 不见得每一个立场都是相同的 不见得看法都是一样的 基本上我觉得蔡英文 不会放弃马英九时代的这种主权的主张 但是她可能不会像马英九 用这么强烈民主主义的这种姿态 去表达这个立场 那她绝对不会让北京觉得 是找到借口是台湾在挑衅他们 但是北京要怎么解读 我想那是北京的事情 因为那完全看北京的意图 她想要利用这个事情声势 作为一个出手来 这个修理民进党政府的借口呢 还是说利用这个东西 作为两岸将来沟通的一个管道 因为既然双边都在这边 有很大的重大的利益 那么是不是两岸应该在这方面要对话 还是现在隔空交火 经常就是说利用媒体 利用这个各种这个间接的管道 来放话来修理或者试探对方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 其实误判的可能性很大 对那现在大家看得到 就是说其实北京拒绝跟蔡英文打交道 就制造了这样子一个误判的空间 那到底这个制造出来的误判空间 是因为说北京就希望出现这样的空间 所以有理由将来 做一些举动 对采取譬如说比较强硬的举动 还是说他们真的就是说 从这个误判的这个可能性看到说 两岸必须要有一定的沟通管道 对免得双方的关系越来越恶化 好的谢谢玉芬的分析 也把时间交给大家台北的主持人 叶博一 博一 好的谢谢东宁 那么我们目前在脸书上的直播 相当的顺畅 那么我们也看到 刚刚有这个网友批评我 说我这个台枪太重 我现在在台湾 我是台湾人好吗 好变回来 那首先想请教在 我刚刚只是想说 这个我们这个听众的回应 我们可以及时的看到 请教李华乔老师 就是说这一次在这个南海的仲裁案当中 其实算是蔡政府上台以后 一个很重大的外交挑战 也让我们看到就是说 过去我们在外交方面 所重视的问题都是说 哎呀台湾有几个邦交国啦 会不会跟这个建交 跟那个断交等等之类的 但是这一次我们牵涉到 实际一个主权的问题 那么就是说 会不会让我们其实更加了解到说 外交这个事情 其实不只是在于 维系邦交国的多少 更在于说 你要跟这个区域的周边国家 甚至于是说 一些更大的一些国家 都要维持了相当好的关系 它是一个更 需要有一个更大的格局去看 而不是只是在那边 斤斤计较说 我今天跟哪几个国家建交 又跟哪几个国家断交 那么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 更大的格局去看 整个区域的这个安全跟外交关系 是 那么其实外交啊 一般人都说外交是内政的延伸 那么我再补充一个 我认为外交啊 是一个国家 整体国际形象 以及国际实力 同时也是国际 相关的经贸关系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综合体 因为如果外交工作 能够做得好的话 对整个国家的这个形象 一定可以提升到 相当程度的这个帮助 那么也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刚才才会提到说 外交也是国际经贸 比如说 如果你的外交形象好 那么国际的这个投资的 这个意愿就会高 同时呢 到台湾来的这个 关关的这个人口也会多 那这当然就能够带动 整体国际经贸的这一个触动 所以看起来的话 这一次的这一个 有关于南海的这个仲裁来看 对整个台湾的邦交的 这外交的这一个整个 的战略的来看 我认为了 要争取两个 第一个就是要严厉的声明 这个声明要达到能够让 国际的这个仲裁庭 注意到台湾的这个存在 也就是注意到中华民国的存在 未来有类似这样的一个 仲裁身所的这个事情的话 必须要让台湾能够先知道 那么同时也要请台湾的 相关的这个主管的这个单位 去参与这个会议 这样才能够呢 除了对台湾的这个 有关于这个太平岛主权的这个尊重跟这个支持之外 也是对台湾人民的一个基本的一个 尊重 此外呢 第二个我认为啊 台湾的这个政府啊 特别在过几天如果声明能够更明确的话 我认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这个声明当中啊 除了这个安内之外 也要攘外 因此呢 呃 除了低调之外 某一个程度的这个模糊啊 也能够带动 不要有挑衅这样的语言 或文字的这个出现啊 也就是说 安定的那一步 和好的两岸 友好的国际 能够在这一份声明当中出现的话 我想对台湾来讲呢 应该可以达到四两百千斤的这个功效 是 好的 谢谢李华秋老师 那么回到花府 我们想请教曹玉芬小姐 就是 关于这一次这个仲裁案12号 预定是12号要出炉 那么出炉之后 那么 当然大陆他们目前的说法是说 绝对不承认 那么也不接受 那么 那么其实呢 他们先前也一直在说 这个是有外部势力介入 特别是美国在进行了几次 这个自由航行之后啊 但是我们注意到 菲律宾新的总统 他上任以后说 不管仲裁案的结果如何 那么都希望能够跟中国以谈判的方式呢 来继续的 讨论这个南中国海的主权 那么中国方面一向都认为说 这个菲律宾背后是由美国在撑腰 那您认为说菲律宾这样的一个转变 是不是有什么象征性的意义 同时对于美国未来的自由航行政策 会不会还是继续的持续下去 我想说南海问题是 当然美国后来冲返亚洲政策之后 很重要开始重视的一环 那么刚刚我讲到戴炳国的 在这边的演讲 其实是在戴炳国跟希拉蕊 见面的一个场合 欧巴马政府任内 南海开始才变成中国提出来的 所谓的核心的议题 就是关系到中国这个核心利益的一个问题 那么所以可以看得到 南海在过去几年之内 非常快速的这个变化 那么菲律宾我觉得 虽然现在的总统选出来 有态度上稍微有调整 可是因为美非的关系 在过去几年有很重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不是一下子可以完全逆转过来的 包括就是美军开始在使用菲律宾的基地 提供的这个菲律宾的军事援助 当然新任总统 我相信其实在整个的亚洲国家里 双边关系来讲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希望跟中国发生冲突 因为中国的实力比任何一个单边的国家都强 那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一直坚持 要用双边方式来解决南海的这个争议 但是美国一直主张要用多边 因为认为说这个多边的情况之下 中国才可能不会 第一个不会以大欺小 第二个就是美国有介入的空间 所以确实看到南海是现在变成中国跟美国在亚洲 角力的一个重点 那么戴炳国提醒美国人说 不要把南海扩张成为一个战略上的问题 不要做出错误的战略判断 可是在美国来讲 确实有越来越多的这个 至少在华府的决策精英认为说 南海确实变成了一个战略点 它不是单纯的只是那么简单 就是说几个岩礁 或者是岛屿的这个领土争执而已了 就是说看得出来 就是说美方接下来观察 知道中国不会接受 但是他们最在乎是不接受之后 中国接下来要做什么 对 那么这个就会牵涉到美中关系 跟还有整个亚洲地区的这个局势的变动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接听听众 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了 请东宁为我们介绍一下电话号码 那么同时呢 也要跟听众观众朋友们提醒 您如果是在脸书上 收看我们的脸书直播的话 您也可以在脸书上 如果说您电话打不进来 也可以透过脸书来提出您的问题 东宁 好的 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 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向我们的两位来宾提问 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评论 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播 400-120-0551 台湾的听众请播 00-801-148-940 而我们海峡论坛也已经开通了脸书直播 您可以透过这个脸书 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 刚刚博弈也提到了 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地来提出您的问题 或发表评论 那我在接听一轮的听众观众来电之后 也会请博弈来选择一些有趣的问题 来请两位来宾做回应 好的 首先我想先接近甘肃的王先生您的电话 甘肃的王先生您好 请讲 甘肃的王先生可以听得到我们吗 我能提到你们的讲话 你能提到我的吗 听得到王先生请问 请说 来 还有点问题 我们 我们 会有 我们 各方面 我们都能解决 我们希望再次 王先生的喧嚎不太好 希望您重新给我们播回来好吗 谢谢您 下一位是新北市的黄先生 新北市黄先生您好 请讲 主持人好 来宾好 美国是一个信仰上帝又好赞的国家 美国在干预世界各国的国际事务方面 是有双重标准的 全世界哪里有石油 哪里就有美国人介入 中国大陆在捍卫南海主权上 是表明了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好的 感谢新北市的黄先生 不习动武 不习一战 提到您的个人观点上后面 请两位来宾回应您的想法 辽宁的王先生您好 请说 辽宁王先生在线上了 你好 你好 好的 王先生这个有回应 可能大家在看这个脸书直播稍微把声音关小一点 这样子打电话进来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听到这个回应 能够提到您的问题比较清楚 天津的郑先生您好 请讲 我今天看到那个凤凰网门登这个 就是这个台湾如果不守太平岛大陆要动武 这个这个太平岛大陆要进驻 现在这个中国以外就是仰赖必权 仰赖必权 奖中正的这个奖总统的那个 中国的事情 对 好的 谢谢天津的郑先生 您的这个声音也不太清楚 不过您的问题前半段我听到 就提到我们刚才讨论中也提过的 就是解放军可能以国家领土完整为由 在这仲裁案出来之后 来以理由来出界 来这个请解放军来进驻这个太平岛这个问题 刚刚我们有提过了 不过稍后如果时间的话 我们可以请来宾做一些补充 我在接听一位高雄王先生的电话之后 再把请博弈来看看 脸书上面有没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的问题 有趣的我们也向来宾提问 高雄的王先生 你有什么问题呢 请讲 VIA的听众观众大家好 南海风陵的话应该是 我们中华民国在1950年代 就派军舰到太平岛西 之外这个主题的问题 应该在台湾应该没有问题 只是两个类墙在那边比前头而已 至于我们台湾那个物色灰弹 我在这边建立我们的国安局 跟调查局 应该是共备案的一环 希望能够调查 因为蔡正元 不到半个小时 马上知道那个金券是什么 所以蔡正元应该列为一级毁备案 谢谢 好的 谢谢高雄王先生 有关于这个熊三导弹的物色事件 我们在下半场也会继续讨论的 我在接听一位湖北的吕先生 吕先生您好 请说 好 我要说的这个观点就是 现在这个潘英文政府 他现在是不是把这个两岸的 作为一个明确的课计 因为他的这个模糊的空间太大 因为把两岸的关系找得非常复杂 这样就把两岸的关系找复杂了 让国际社会 让外国的敌人 在我们这个南海捣乱 这就是我要提出一个最大的一个质疑 好的 非常感谢湖北 吕先生 吕先生 感谢您的来电 好的 那我就请两位来宾 针对我们上半场 来做一个总结 回应一下刚才听众 观众朋友们的问题 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预分 刚刚听众 在中国的听众 台湾前都有 就是民主主义很强烈的 这样子的一个看法 确实就是说在中国 我想尤其是这么多年的这个教育 跟大家很习惯的 就是说这个自古以来是它的这个疆域 当然即便是曾经 中国在历史上 曾经宣称过 这是江云 可是因为在近代情势上 有些国家已经占领了这些岛屿 这就是说它现在面对的现实 就是说中国当它在过去内斗的时候 它没有时间去经营这个海江 现在中国强大起来想要走出去 就发觉门口已经 海上长城已经占满了很多人 然后除了美国的军舰 还有越南 菲律宾 很多国家在那个地方 所以这个东西是中国走出去 它必须将来 我想它要发展所谓的蓝海政策 它会面临到的挑战 那现在只是说这个挑战 中国怎么处理 将来会让别人怎么看它 就是中国的一个选择 就是说中国走出去 它必然要面临到海江上 要打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它今天是用拳 选择用拳头去打通 那么后面的后果要怎么样去 要去处理 我想这个是现在国际间 在观察看的一个对象 另外就是谈到就是说 蔡英文政府怎么去回应 我想最近几个 一个熊三一个这个男孩 其实我们真的也要看大陆的媒体 跟去怎么宣传 跟中国的宣传机构 怎么去运作这个议题 因为这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接下来要准备做的动作 如果他一直朝着覆灭 朝着蔡英文是有阴谋 有企图的情况来看 你可以看得到 接下来可能中国的在做的 他在铺陈接下来的动作 那表示接下来可能北京 会采取不友好的动作 要强硬的动作了 是 我們也要仔细观看了 谢谢玉芬 那也请台北的李华之老师 跟我们上半场做简单的总结 李老师 是 刚才这个观众有提到说 如果太平岛不住手的话 那么中共动武 那么会来这个 进驻到这个太平岛 我想这个问题 应该不是一个问题 太平岛台湾不可能放弃 那么假定真的有这样的状况的话 大陆真的要去住手的话 那恐怕会引起更大的一个波折 所以我想这个问题不存在 第二个的话 刚才这个湖北的李先生提到 蔡英文把两岸关系弄得更复杂 我认为基本上两岸关系的复杂 就像一个巴掌拍不出声音 所以呢 应该朝两岸的这个政府 两岸的领导人的这个角度来思考 是不是中间 除了九二共事的这个争议之外 特别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这个核心意涵 不能够使两岸的这个人民 能够适度的这个来接受的话 我想这才是一个问题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存在 值得呢 两岸也多来解答 这才是一个比较和平客观的一个 理性的一个竞争 好的 感谢李华之老师 那么有关于南中国海情势的讨论 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 稍后我们还要带您关注的是 台湾物射导弹事件 引发了哪些后续的效应 休息一下 我马上回来